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因為連黃醫師啊 他的照片 竟然被壯陽藥公司盜用 好 黃醫師 你是怎麼發現的 對啊 我一開始也是就是看到 然後笑出來 想說我自己何德何能 竟然可以就是說這個代言 這個好像是那種壯陽藥 我想說奇怪 你這家公司這個員工的頭腦 是不是壞掉 你用我這個一個眼科醫師 然後明明就是 他用的是穿著白袍的照片 然後真的是在眼科檢查台 那因為我其實網路上 很少有放我穿白袍的照片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像 有一些醫生很喜歡穿著白袍的樣子 然後告訴人家說我是醫生 基本上我不是很喜歡 就是穿著白袍 然後在那邊擺POSE 所以其實網路上找不太到 我穿白袍的照片 但是就是剛好有那一張 然後所以跟著眼科的檢查台 那我就想說 他是不是把大家當白痴 一個眼科醫師 怎麼會去推薦泌尿科的產品 所以這個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我想說 那你頭腦也真的壞掉 我想說男生看到黃醫師的臉 應該會揚威啊 想說黃醫師就指著 你說你這個死媽寶 或者是說 你怎麼這麼沒路用 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你要說這樣 應該大家對我的印象會是這樣 怎麼沒有做好好的背景的搜尋 然後把我拿去用撞陽藥呢 所以重點在哪裡 我看的重點是專業 可是那一些不肖之徒 或者是想要利用那些名人 他是不管你的 他只要你有名好 就要來代言產品 那他欺騙的是他覺得社會大眾就是無知 那社會大眾是不是真的無知呢 如果說你看 他們用的這個手段非常的 有些是高明的 比如說很多醫生去參加 這個醫學會的時候 會有一些醫學會的 然後大家一起合照 然後突然他這個產品 就貼出一個眾多醫生推薦 然後什麼青光眼白內臟黃斑布 只要吃一顆全部都好 這種鬼話大家也都信 所以就導致說這種風氣 他低成本 就像我們剛剛在講說 為什麼這個館長陳之翰 他跳出來講說 這個事情是不對的 其實某種程度 他也知道說 這個會利用人家的照片去換臉 然後就賺錢賺這麼多 其實他就是要低成本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這件事情很好笑的時候 其實就代表 我覺得說為什麼會擔心 台灣未來的走向 表示我們認同用低成本 用這個仿冒 用盜用的 我們都抹煞了真正的美女 真正有才華的這個藝人 他們的表演的空間 或是說他們代言的空間 然後就覺得說只要便宜 我用就好 那事實上產業的發展 就會越來越弱 重要要盜用你的照片之後 你有採取法律行動嗎 其實一開始也會很生氣 比如說就會去問馬律師 可是馬律師就是一個很好的律師 你去找他說要分紅嗎 不是 像馬律師這樣子 很有道德良知的律師 就會告訴我們說 因為馬律師都會劈頭 劈頭就是棒 就是跟你講說 你去做這件事情要先考慮 我們大家一開始是生氣 想要告 然後可是律師就會告訴你說 那你告了之後 你有沒有得到什麼利益 然後你一聽完之後 就是因為法源的不足 或是你很難揪到 揪出這個幕後的人 然後你會發現你花很多時間 花很多金錢 然後只有得到一點點的時候 你會覺得其實蠻無助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說 其實我的照片 或者說我周遭的朋友 也都會收到這個前夫舅舅 的這種抹黑的所有的照片 剪接的影片 然後標題都是很惡劣 什麼貪婪的黃醫師 然後就是或者是說謊 陳姓的黃醫師 然後又這樣 然後我每一個朋友 所有的FB朋友 所有一起上哇哇哇的來賓 我也有收到 我把封鎖了 通通都會收到 真的喔 我都要隱藏了 就是通通都會收到 然後就是說來指責 然後就是裡面 就是照片也是假的 然後粉磚的名字 用的是跟我一模一樣的 那你去給他按檢舉 或是跟FB反應呢 幾乎都沒有用 然後甚至就是說 這種作惡的人 還可以理直器狀況說 你又沒有去註冊登記 我為什麼不可以用 對 然後就用了照 所以有不雅照外流 就是他其實不是我的照片 但是他就會用一個 這個女生好像是 書胸半露 我想說我胸部怎麼這麼大 但是人家就敢這樣用 然後就是 就會有其他的網友來說 黃醫師這個 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照片 一個醫生一個女醫師 怎麼會有這樣的照片呢 就我就會被誤會 那所幸是 我是一個心裡還算健全的女生 如果是其他的女生 我常常在想 如果你遭遇到這樣的事情 你只是離一個婚 然後人家就來說 你這通通都說你不堪 說你愛 你只是去申請 剩餘財產分配 人家就說你愛錢 然後你只是來表達 你自己的婆媳的經驗 人家就說你 就是好像不應該沒有忍耐 然後怎麼可以說前夫家 基本上如果是一般女生 可能早就去自殺 還是說去怎麼樣 撐不住了 撐不住很難撐的 那我跟大家 為什麼會有點不一樣 比如說遇到壯陽藥這樣 我就想說 我就我的行為 跟別人比較思考不一樣 我可能問了律師 然後發現我們沒什麼作用 那我就PO一篇文章說 我保證你 吃了這個藥就陽威 我大概屬於這個類型的女生 然後你希望說 說我不好說我怎麼樣 我會用邏輯 比如說最近不是政壇上 也有人去什麼 陳柏惟立委的高中同學 然後跳出來說 陳柏惟立委是 在高中的時候說是說謊成性 我聽到這四個字 我就很激動了 我就馬上有感了 說謊成性的人 要來指責別人說謊成性 你必須要先知道 爆料的人 或提出這樣主見的人 他本身的人品 人格是怎麼樣 所以現在就是因為網路 大家允許這些人是匿名的 所以他變了 變了什麼都敢講 都敢寫 那大家就沒有判斷力 那我就會比較覺得說 我是經過有判斷力思考的 我就比較不會受影響 了解 那麼志偉這邊有這個故事 應該是說以前都是看到P圖 現在是連動態的都有了 那其實這個 這種軟體它是免費的 所以其實你如果不是名人 很常就是在 我們自己下會收到一些影片 那這個影片呢 你就會發現就是 面目 面容腳好的 很漂亮的女生 但是他卻做一些 讓你覺得百事不得其解的 一些很猥褻的行為 這麼漂亮的女生 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 原來他的臉是被人家P了 被這樣子盜用 其實二零一七年在美國好萊塢 很多女明星就這樣子被網友惡搞 那你說他像小玉這樣拿去賣錢 這更是惡劣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常常就是 因為我現在做職人的經濟 就是我們的一些比較有名的 專業的醫師也好 或者是說一些專業的職人 我可能只是拿一杯咖啡在拍照而已 但是這個咖啡 他沒有披我的臉 他把這個咖啡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什麼蛋斑霜 或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就在網路上賣了 那就像馬律師講的 我們也是透過這個 我們的法務 然後透過律師 要去告這件事情 可是就是檢察官跟你講說 那你要告誰 你知道要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那我們怎麼做呢 鄭大哥 我們就真的去訂 訂這個這個產品 那我也有 我也有人 就像辛勢亞這樣子 他是被冒用肖像在賣壯陽藥 賣這個所謂的壯陽產品 我們就真的訂 那看誰送來 比方說送來某某貨運送來 我們就問他說 請問這個是誰叫你送的 那一個司機他怎麼知道 那我們要求這個貨運公司 你要供出是誰叫你送這個東西 他說那是我客戶的 我跟我客戶之間的 我們有簽一個保密協議 我不能跟你講他是誰 那是這個是他的權利 所以其實你沒有辦法去抓 那你跟臉書反映 臉書也是兩手一攤 所以你能夠做的 就是請律師發個函 po在你的自媒體 你們有買到這些不對的東西的 不要來找我 可是其實這個 你還是疲於奔命的要去應付 那更何況是這種 我們就有人的這個臉 也是被變臉了 那被變臉之後你就到處傳 那到處傳沒有的事情變成有 那你對一個女孩子來講 這種數位性暴力的 這種攻擊是很可怕的 因為你跟人家講說我沒有 沒有人相信 好 這個等一下可以來請教馬律師 像志偉講的故事 跟這個黃醫師撞腰腰的故事 如果我們社會拿他沒辦法 這個只是助長犯罪 對 對不對